这是二二年秋天开了爱心公棚大棚的比赛 381名冠军哥 后面这个是800名 冠军哥跟381 九千之后差的不算太远 然后开中瞬间 飞行分数每次1500多 飞行的速度比较可观 由于这场比赛 当天是顺风 顺风天地比较大 然后前半程 快到家的时候都是非常快的速度 看看它这个是怎么飞的 释放地是新民 终点是唐山 因为每只哥都佩戴了飞行轨迹 然后咱们看看 它的真实的飞行路线 看看这381名 往左侧有点偏离了 冠军哥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 然后这个800名 也是飞的可以 也是比较直 但是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飞行速度稍微慢一些 现在已经过了北镇 现在奔那个 锦州方向 快到锦州了 然后这381还是偏离的 那个它要是穿海 看样子要准备穿海 看它们怎么会合的 因为现在的381名吧 现在还行 拉得不太远 感觉是平行在前进 看这部辽西走廊 哥哥必须得经过这条走廊才能回到唐山的老家 现在你看哥这381 跨海 这些奔着来了 现在已经到 那个葫芦岛地区 这是葫芦岛 前面是星城 冠军哥来到星城 前面这个大拐弯 这个大拐弯 这个地方 看着没 这就是 那个随中 马上进入随中了 这381名 稍微拉开了一些 看冠军哥的速度是越飞越猛 看还得说 这个冠军 永远是冠军 赢大奖嘛 好鸽子 值得分享 381名也不差 然后几随其后 在后面这条线路 也是比较直的啊 一直是往前追 追赶 但无论他怎么还努力啊 他也是追不上的 因为他明是在这的 他毕竟飞了381嘛 这800名还几随其后呢 看着马上到摩圈了啊 因为很多哥们都问 说这个位置怎么回事啊 这一圈 因为这圈就是当天 就这场比赛的时候 呃有因为磁场吧 可能这是磁场差异 很多哥到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到这个位置怼弯的 因为平时的比赛没有 就这场战事的时候遇上了 你看这冠军哥翻过山了 这381名 走了走了一股 突然又返回来了 他就慢了 这就是相差了很多名次啊 差100名去 又返回来再会直接奔前走 他又努力了 先飞800名往上追呢 但是后期800名的体力啊 稍微差一些 这381名 那个体力还是可以的啊 看看冠军哥马上到家了 然后这个381名 这是也是定向 也是找到家的方向了 也是奔家去的 现在还有30公里左右 就快到家了 看到现在一架冠军哥拉出了将近20多公里 这就是381名 飞行的轨迹381名 整体就是出现了一个小弯度 但是整体飞的还是不错的啊 谢谢老铁们观看 就帮我 我看到你 还好 我看到你 那我 有错的